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欸豬腦袋 你的航運股咧 什麼 早就賣在阿呆股喔 好 很正常啦 我覺得有的時候爆股票 除了是一門學問 那麼你本身的一個素養 要很高 有的聲音很簡單嘛 因為我們在股票市場 可能每一天都有股票 狂飆大漲 那你受不受得了 老船長 既然這樣的話 那就追啊 問題是 也非常多的時間是 但是你追的它又掉下來啊 如果追的不會掉下來 明天開始大家一起追嘛 所以有的時候 你在聽話的時候 你在聽別人講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標股對不對 你要敢買啊 聽起來好像有道理 其實那個都是胡說八道 那你要保證我買的不會掉下來 我當然買啊 沙頭也買啊 對耶 老船長 那為什麼很多的 頭顧分析師都這樣子在節目上表演 對 他們就是知道散戶喔 沒有辦法把整個事情想得很清楚 所以就用這些話術來迷惑你們 譬如說 啊我給你看 我的call訊對不對 我所有會員都有買 對不對 這call訊如果是發假的話 啊我願意接受什麼什麼什麼處分 啊這欸 很完美吧 聽起來 這絕對不會錯 這call訊喔 一定有發 會員一定有收到 對 對 我也相信絕對喔 有發 會員也都有收到 但是會員沒辦法買 欸老船長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 經常 我常常講喔 為什麼 大部分的頭顧老師 都會用這一招 就是他們要避開 法律上的一個問題 我是證券投資顧問公司 我發call訊請你買股票 你有沒有錢買是你家的事啊 他其實也沒有錯喔 但是他心裡面很明白 會員已經套在幾十檔了 對不對 哪有錢再買新的 可是節目上要表演的話 就會很生動 而且會打動那些 豬腦袋的觀眾 你看 我有發call訊 每一個字你都可以檢查 我有沒有叫會員買 會員一定都有在看我的節目 都有收到 從頭到尾好逼真喔 對都是真的 但是會員沒辦法買 那你如果參加是這樣子的一個老師 我只能說 對你就是豬腦袋 他就是大魔頭 老船長不是已經 到處去跟大家 揭發這件事情嗎 因為這一招是 絕大多數的投顧老師在用的 所以你參加一個投顧 當你收到call訊 你沒有辦法買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參加的是假的 這樣很OK吧 喔老船長原來是這樣子喔 好 那麼 希望大家不要上當 都這把年紀了 留著老本也好過生活 如果你繼續跟著大魔頭 老本沒有了 我看你怎麼辦 那台北股市啊 就像我昨天講的一樣 昨天我就說 這個地方就是假的黑天鵝 什麼恆大地產事件 那鬼扯淡 我說過 還有一群白癡分析師啊 把他跟雷曼拿來做比較 我昨天就講嘛 那個是笨蛋嘛 雷曼是雷曼 雷曼發生的地點是在美國 資本主義社會通常不會救 管你大不大就倒了 恆大是在中國大陸是共產主義 OK 他說他倒他就倒 他說他不倒他就不倒 這麼簡單的道理你還不懂嗎 那難道中國大陸要讓他倒 然後讓自己中國大陸的地產業完蛋嗎 不可能嘛 好 那麼現在有傳出來 可能會收歸國有 這樣大家懂意思吧 所以今天恆大地產的股價暴漲 所以有的時候 事情不是像你第一個時間聽到的那一些 我講難聽一點 就是沒有大腦的分析師所分析的 哇 你們昨天就拼命賣股票啊 完蛋啊 跌四百多點開盤啊 要幫忙啊對不對 然後呢 到了晚上呢 打開電視 或是下午看YouTube 老船長的節目說 這個是假的黑天鵝 不用管他 沒有事情的 明天會開始反彈 我昨天有沒有講 老船長你有講啊 可是我們股票喔 在昨天一開盤就殺在阿呆股了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啊 你今天一定會去追怎麼樣 豬頭三的嘛 對不對 隨便舉個例子 像這種一定要追的嘛對不對 開玩笑 拉一波走一走拉一波 大概走一走就拉掌停鎖了嘛 是不是 隨便舉個例子就好 就跟你說 你如果不是殺在阿呆股 你今天何必要去追豬頭三呢 對不對 我已經跟你們講過 節目今天一開始我就講 我說要爆股票 那是需要很高的一個素養跟修養 你的修為不夠 你看到股票就想追的 你把你手上的股票 對不對 你認為它不會漲 你把它賣掉 去追別的股票 追的好的時候呢 哇好高興喔 還好我賣掉有去追 對不對 但是你要考慮 我們來到投資這個市場 我們講的是機率的問題 如果今天去追股票 百分之九十都會賺錢 我建議大家明天開始 不用看頭顧老師的節目 也不用參加會員 就是自己隨便去追就好了嘛 對不對 因為你有九成成功的機率啊 老船長那事實呢 事實是你只有一成 十趴成功的機率 九成你都是要怎麼樣 追在豬頭山 那之後你當然是殺在阿呆股嘛 對不對 然後再去追別隻 追了幾隻 你發現你的錢沒了 然後你就黯然的怎麼樣 咚咚咚咚 離開這個市場 那個結論就是 一句話我講過 這股票沒做 對 就股票不能做 那全世界有錢的人 都在做股票 那些有錢人都是笨蛋 你最聰明 所以很多人一生喔 他得到的結論 其實是錯誤的結論 但是呢 他認為那個結論是對的 我就很怕投資人會這個樣子 所以昨天的節目我就講 這個是假的黑天鵝 大家不用擔心 雖然雖然這個盤大盤看起來 我昨天有講喔 是有走空的跡象 我有講喔 但是我說他會先反彈 對不對 那你呢 只要把你的航運股抱著就可以了 是吧 那電子股我說有的會彈 有的不會彈 好 那麼 我們來看一下台北股市喔 為什麼老船長說他 看上去是走空喔 這裡一個頭 這裡一個頭 這裡又一個頭 對不對 那 一個比一個低 所以這個地方他反彈 如果 注意喔 他反彈之後走一走 又往下走的話 那大概喔 就可以確定台北股市要走空了 好 你把它記下來 這我講的 可是 注意聽好喔 如果 明天繼續漲 後天繼續漲 這一漲喔 越過這裡了 注意喔 越過這裡的話 那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就還有很長的時間 可以讓你做多 所以很簡單 你只要觀察 這個地方 越不越的過 如果這個地方越不過 這裡反彈以後再下 你不用等到 這個點跌破 你才確定 哇空頭不用 這邊反彈 然後再下 你就差不多準備 這裡就是一個怎麼樣 空頭市場要準備開始 那麼美國股市呢 在經過一段大跌之後呢 現在也是在做反彈的動作 那我說過這一切的一切的背後 最大的原因 就是美國要開始把資金收回去 你不用聽外面的報導 什麼 今年年底啊 或明年 或甚至有人講到2023 講2023那都是神經病 講那麼遠的事情幹嘛 對不對 我認為美國他會開始把錢收回去 但是喔 因為拜登他要搞高鐵 他要做基礎建設 所以如果 注意聽好啊 這個比較難一點的經濟學 我昨天就在節目上講 我說如果 一個政府 他要發展經濟 他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財政政策 一個是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 他就是把錢灑出去 讓這個民間的資金充裕 那麼經濟就會活絡起來 這個大家很容易理解 或者是怎麼樣 他來推動政府的建設 比如說他要蓋高鐵 他要做基礎建設 那麼這樣子整個 整個這個國家的經濟活動 就會動起來 那這個叫財政政策 那現在美國呢 就傾向於 將貨幣收回去 那麼但是呢 他要推出財政政策 那麼如果推出財政政策 可以蓋過喔 貨幣政策的削減的話 那美國股市 欸不會死喔 台北股市喔 就不會走空喔 那怎麼樣老船長 就是這個地方就怎麼樣 注意看喔 欸對 就比較有機會再上去 大家明白意思嗎 我不是神仙 我不能夠告訴你說 他一定下一定上 在我心裡面 我當然希望他上嘛 對不對 我帶這麼多會員 這個市場如果有錢可以賺 我當然希望是往上走嘛 沒有錯吧 但是呢 我們作為一個專業的分析師 我不能夠坐在這邊 胡說八道說一定崩盤 我們這個頻道就有人說 一定會崩盤 對崩了沒 你每次聽他說的崩盤都沒有嘛 可是你每次都按時收看 都跟豬腦袋一樣嘛 對不對 看他在那邊怎麼樣硬拗 在那邊掰嘛 對不對 不需要 你們就是把老船長的話聽進去 這個是全國只有我一個分析師 有辦法講到這麼深的程度 就是說你要從貨幣政策跟財政政策 這兩個的拉鋸戰來觀察 如果財政政策可以蓋過貨幣政策 那麼你聽到美國要把錢回收 要怎麼樣 聯準會 那個你都不要管它 你反而怎麼樣 要積極的做多 不會崩盤 因為財政政策推動的基礎建設 那個金額可能更大 大家明白意思嗎 老船長我今天第一次聽你這樣講 我安心多了 我最近都一直聽到美國什麼 還有台灣的分析師 世界的分析師在講什麼 資金要回收下了半死 然後又看到美國股市這樣跌 所以說你要看一個 對你有幫助的節目 那才是重點 而不是天天坐在這邊 想要招收會員把你騙進來的 那種節目 你盡量少看導播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咨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搶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匯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恰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 所以你可以去多看一些節目 電視的網路的 你會發現 要麼就威脅你說要崩盤 要不然就告訴你說不要怕 這個地方不會跌 但他沒有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本身就不懂 當然啦 我今天這一集 講得夠清楚 講完之後 很多分析師會模仿我 這樣大家知道意思吧 那也沒有關係 至少我帶頭告訴你們 美國要推動基礎建設 是財政政策 那麼他可以抵消掉貨幣政策 會帶給股市的衝擊的話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樂觀其成的事情 這樣大家又可以做多 做得很爽 對不對 好不管怎麼樣 我們講最近的 對不對 我不是講嗎 你爆股票 你要有修養 否則你看到別的股票 漲你會受不了 是吧 這我已經講過了 抱得住 絕對是對的 因為你去追成功率只有10% 失敗率90% 那個是不能夠做的事情 那麼投顧老師 大部分都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去追股票 你參加的老師應該 你參加不要久一個月 大概已經叫你買了 大概七八十檔股票 這種就是每天在追 在叫股票的 那你就是豬腦袋 對 他就是大魔頭 這樣很明白吧 因為我不知道你參加 哪個投顧 哪個老師 我只是告訴你 他們是這樣在玩的 會把你玩死的 這樣知道 好 那我們回到航運股 航運股 到底會不會漲 我跟你講它一定會漲 有的蝦雷米 大家看嘛 我們以泡泡龍為例子來解釋 因為它是怎麼樣 航海王 看到沒有 這裡就是怎麼樣 一個平台嘛 所以它還沒開始反彈嘛 對不對 這邊不要算反彈 這個算什麼反彈 對不對 大概就抓這個中間數 就在這邊 再爛的股票 我說過都會反彈 何況它是什麼人 八月的成績在這裡 這種股票 你跟我說不會反彈 我先把你打十八大板 我不是講了嗎 再爛的股票都會反彈 除非直接下市嘛 你認不認同 認同啊 那就對啦 那你這麼好的股票 交出來的不是業績 而是奇蹟 它不會反彈 你講給鬼聽啊 老船長也對啊 但是怎麼樣 你會忍不住嘛 你會把它幹掉做肥料嘛 對不對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這裡整理的時間越久 未來怎麼樣 反彈的幅度就越大 所以我很擔心你們 在這個地方把它給賣了 我不能夠跟你說 這個地方上來 甚至會過這裡 這個我們不要去扯 那還遠的事情 未來怎麼樣 還有很多的變數 但最起碼它一定會反彈嘛 對不對 我昨天開車 我說過我錄完節目 都三點嘛 三點多就聽那個 開車就有收音機廣播啊 頭顧老師吹牛大賽 對不對 我怎麼突然聽到 有頭顧老師說 他說萬海不會漲 我聽了 差點車子沒去撞到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分析師啊 真的會害死人耶 昨天因為大跌嘛 對不對 我開車無聊 我就聽廣播節目 我三點鐘開車嘛 三點多聽到有頭顧老師說 他說萬海不會漲 各位觀眾 那這個電腦是壞掉是不是 導播啊 你們這個電腦是壞是不是 那萬海不會漲 萬海今天怎麼有漲呢 好奇怪喔 頭顧老師不要胡說八道 害死人 真的 除非你的節目沒有人在聽 沒有人在看嘛 那你怎麼可以胡說八道 到這種程度呢 那你告訴我 為什麼航運股不會漲 喔 原因只有一個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買過航運股 對不對 你眼紅嘛 你嫉妒嘛 你吃不到葡萄 說葡萄酸嘛 你知道這樣的頭顧老師 在台灣很多耶 那一波大漲的時候 他們從來沒有參與 沒有做過一次 對不對 老船長還做過兩趟 還大賺 那下跌的這一個半月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參與 也算厲害吧 對不對 那底部我們進去啊 進去以後 他現在在那邊混啊 會員沒有賺錢 沒有關係啊 我要大家報警處理啊 對不對 因為我再說一次喔 再爛的股票都會反彈 更何況這種股票好到離譜的 你說他不會彈 那昨天一跌的話 居然就有頭顧老師說 萬海不會漲 所以有的時候我覺得人喔 真的是 你都沒有想到什麼叫蝴蝶效應 我相信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蝴蝶效應喔 以前是一部很有名的電影 它是說 在美國的東岸有一個蝴蝶 它震震翅膀 那個影響很為乎其為 對不對 但是那個間接的影響 慢慢在一個接著一個影響 到最後影響到 哇很大 那麼我們就形容這種就叫蝴蝶效應 那在股票市場就是啊 你呢隨便胡說八道一句話 在廣播電台說 萬海不會漲 那有投資人 聽到了怎麼樣 就把萬海給賣掉了 就哪裡知道 股市大概有個鐵律啊 再爛的股票都會反彈 對不對 更何況是這麼好的股票 啊往上反彈 那這種股票會要彈會彈得很 應該說是幅度會比較大嘛 因為它是非常基優的股票 那人家聽了你的話 把它殺在底部 那怎麼辦 這個算誰的 然後造成那個賣掉的人 對不對 他怎麼樣 他的生活發生了問題 然後一連串 blah blah blah接下來的問題呢 雖然他不是你的會員 可是他是你的聽眾 他相信你是分析師 他更相信你不會胡說八道 沒想到你是因為自己 從來沒有做航運股 對不對 然後看到航運股在漲的時候 哇 心癢癢的 因為這個做航運股嘛 對不對 很多人收到這個會員 那做電子股的老師 在那一陣子很慘 從來都沒有參與過這個航運的 那這位分析師就是其中之一 根據我的了解 所以我聽到我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個樣子 台灣言論自由有時候過了頭 你知道 不然你就解釋給我聽吧 我管你什麼大老師 什麼天王級老師 什麼資深的老屁股 你就講給我聽啊 憑什麼說萬海不會漲 那人家說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那你告訴我這個電腦是壞掉了 電視台的電腦是壞掉了 那萬海不會漲 這個等一下節目完了 導播 找人來修一下 蛤 那個大老師說萬海不會漲 那這個漲一定是假的 你們是不是作弊啊 把電腦故意弄個漲的 是吧 那這個是八月的營收 各位看清楚八月 九月的營收快要公佈 我相信會非常好 然後你告訴我不會漲 所以我測標顯得很清楚嘛 你把絕大多數的資金 你就是壓在航運股 你不要看今天冒出一個什麼股票 漲了一下你又去追 那很危險的 對不對 你的不會輸給別人 漲的時候我相信 一定超越這些股票 因為他們的基本面 完全沒有辦法 來跟航運股對抗 大家明白意思嗎 那尤其是電子股裡面 我講三大族群你一定不要碰 寫在臉上 三個月不要洗臉 第一大族群叫做低潤 二三四四 我每次都舉例交加的股票 滑邦店 不信邪的人可以試試看 到這裡來了 這裡已經套死多少人了 各位觀眾 這套了快一整年了 不聽老船長的 再來面板 死更慘 這跌幅更大 老船長還有沒有 有被動元件 比如說華興科 這死了比面板還要慘 老船長 這些股票都跌很深喔 對不對 他們跌很深都還沒打底 你看長榮 長榮跌很深有沒有打底 跌很深有沒有打底 有這邊打了一段底 打了一兩個月的底 對不對 滑邦店有嗎 沒有 沒有 有打有嗎 沒有打底啊 還在往下破啊 打底要平的 聽得懂嗎 然後2492 華興科 凡是這三大類股的相關股票 你們都不要去碰 那有一些電子它還是算比較強勢的 你要玩 我覺得短線OK沒有問題 但是呢 今天這一集節目完了之後 你要把你所有的股票 尤其是你有這三大類股的 電子股的 你一定要把它怎麼樣 全部喔 要忍痛 把它移到航運股 因為未來 現在只剩下航運股 還沒有反彈嘛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聽得懂 我不要再講了喔 你就怎麼樣 靠著 航運股的大反彈 把你在電子股上面的損失 能夠怎麼樣 減輕多少 算多少 否則 航運股談完了 萬一走的是美國 美國走的是怎麼樣 基礎建設也不行 然後貨幣要回收 美國下去 那我們也會跟得下去 這是我也不想看到的結果 你聽得懂嗎 那如果說 美國走好的結果 那當然是大家最好嘛 那你的股票 也許靠個半年一年 再慢慢凹回來 好不好 最後 老話一句 你要操作航運股 你才有機會 把你所有幾乎全部的資金 全部壓到航運股 如果到今天 你都還沒有做這件事情 表示我每天節目完了 我在那邊比五四三二一 你都沒有拿起電話來 所以造成你現在 電子股上更大的損失 好好想一想 你要不要留下最後一點點老本 五 操作航運股一定要跟 谷海老船長現在開始撥大 做貢獻